大家好,我老婆在逛TJMAX 所以我又如往常一样在车里等他 这个衣服看一下,那个衣服看一下 对我而言一点兴趣都没有 这就是男人的兴趣和女人的兴趣点不一样的地方 最近我考虑的比较多的问题是 要不要把那块地确定下来 我和那边的broker已经往返发邮件发了多次了 我在问那块地的细节 就是那块二十英亩,二十acre 十万美金的那块地 那块地,反正距离San Diego开车 应该是一个半小时之内 符合我的判断,符合我的预期 然后那块地也不是沙漠 因为California这个州 整个州,这个东南部地带 全是沙漠 比如说那个Imperial County, Riverside County 这些地方都是沙漠 半沙漠半花末花,几乎没有水 所以这个地方虽然地是平坦 但是你买块地下来 基本上,你以后永远会为缺水的事情而烦恼 你在,我看一下California的一个降水量的地图 它有些地方有地带的颜色深浅 降水量多,它就绿色 再更多就紫色 降水在浅,就是橙色或者红色 它有这样一个地图 所以我看的那块地是在有降水的地方 有降水至少表明 我打地下水会好达一点,是吧 这应该是一个尝试性的问题 另外一个缺陷是这块地呢 它很多石头 Santiago的地 很多地方都有石头 大石头,小石头 很多石头 在Santiago待过的人就知道 这里很多石头 有石头的话,你要把石头搬走 比较费劲,搬到哪去,是吧 不过昨天,前天还是 昨天看了一个视频 它的名字叫光哥 光就是那个光明的光 光哥DIY Life 它的视频里面就有那些 把这些石头 用水泥做成石头墙 他是一个很喜欢动手的一个人 挺好的 我挺喜欢这种人 我觉得我也是这样的人 爱动手,爱DIY自己的生活 所以这么一想的话 地上有石头没关系 有石头我就把石头收集起来 用水泥,把它砌成水泥 石头墙,挡土坡 或者这类的东西 更大的石头呢 就用来做一些风景 天然的风景,是吧 大石头 这块地 我想买这块地的意愿 随着这几天 反复思考 反复思考 这个意愿再逐渐上升 逐渐上升 上升到一个临界点 大概我就会下决定了 但是因为从来没有在美国买过地产 所以很多东西不了解 所以还是要 悠着点 多看看细节 不要一买 哎呀拍大腿 他妈当时买错了地方 这块地如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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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行了啊 这要是多征求一下朋友的意见 在美国买地 需要注意些什么问题 这件事情占据了我这几天主要的大脑 业余时间 就想这个事情想的比较多 一步一步推进吧 我为什么一定要 一定要买地 一定要买地 原因我小 很多成年人做的事情 其实源自于他小时候的一些渴望 或者小时候欠缺什么啊 他成年了 他就会实现这个愿望 小时候我爸是国企职工 我呢 我们就住在员工宿舍 职工宿舍 当时叫 所以呢很小很小 我就住楼房 很多人都住农村 那地坑坑洼洼的 当时不通水泥地嘛 是不是 我就住楼房 钢筋混凝土房子 牛逼吧 其实是傻逼哈 一人一间 是单位分配的房子 你有权有势的话 就搞两间 把两间打通来 你就成了一个套房 一室一厅 住家的房子 而我爷爷家呢 也在县城 他的房子就是有天有地 有前院有后院 很大的前院 很小的一个后院 后院还种了枇杷 种了这个葡萄树 前院呢 还有一棵很大的一个树 所以我很喜欢去我爷爷家玩 因为我爷家大 我就喜欢这种大宅 那我家 我爸妈住的地方就是宿舍 从小我就觉得有大宅多好 干嘛窝在这里啊 楼上楼下的 跑来跑去 左邻右舍的 不好啊 我就喜欢我爷爷家 我爷爷那房子是我爷爷的爸爸给他买的 我爷爷的爸爸当时是在乡 是在乡下 跑到县城来 帮他买了一个大宅 所以奋斗不如有个好爸爸是不是 我爷爷就没有 在他的一生中哈 连这个房子修 他都没有修上 他就是住他爸爸给他买的房子 就一直到这个房子 拆掉为止 嗯 所以小时候我就喜欢 大大宅 土地 因为我一直都没有土地啊 后来到广东也一直 努力的想买一块地啊 就是那种类似于这种 村委会红线图画的地啊 没有 没有国土政的 但是卖给你 村委给你盖个章啊 这种这种东西 这种法律 不保护的东西啊 一直想迈出那一步 但是呢 一想他妈的中国的法律 法律 中国的东西都是他妈的靠不住的东西啊 算了 又放弃了 像租地啊 租租的发生 哎呀这 我 我这块地 唯一的法律依据就是跟你这个傻逼的一个合同 哪天你就违反合同了解约了 我也拿你没办法啊 所以在中国啊 想拥有这些一片地啊 是不可能的事情 impossible impossible 你是一个租客啊 你是个临时过客 你在中国的政府眼里 你就是个奴才啊 你就是个被利用的工具 你没有权利 你没有自由 你也没有自己的一块地 没有任何是属于你的 你是属于他们的 他们可以把你任意错缘那边啊 所以我就去你妈了啊 我就离开了这个牛逼的中国啊 跑到万和的资本主义美国来啊 因为资本万和的资本主义美国 允许你外国人买一块地 感激替零 所以呢 我就想一直心心念念想买的 拿这块地啊 好了吧 等最后做决定 拿下来 我再来拍照 这个地长什么样 给大家分享啊 同时呢我要做一些视频 我的田园生活啊 从此开始一步一步建设了啊 一步一步的把这个地 规划成什么什么样子啊 我要挖一块池塘啊 挖一块pond 或者叫small lake 然后哪里是梯田啊 我要做梯田 果树 动植物啊 太美好了 好吧 希望在春节前 最迟最迟春节前 我能把这个事搞定 诶 如果有同样的这个想法 有同样的这个 喜欢过这样生活的人啊 可以和我做邻居是吧 我觉得 大家一起来 过自己喜欢的生活 拜拜